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包小安姐 牙膏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日常用品 那么我们在挑选牙膏时 要注意以下的三种牙膏不要购买 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危害呢 下面就跟小编一起学习下如何挑选牙膏吧 第一种含有美白成分的牙膏 这类美白成分的牙膏会含有氧化氢的漂白剂 虽然在一定的程度可以美白牙齿 但同时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软组织 损害口腔粘膜伤害牙龈 如果长期使用大量会对口腔健康造成损伤 如果你的牙齿敏感牙龈总是出血 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美白牙膏中 有大量的磷酸氢钙摩擦力比较强 所以对于牙齿敏感和牙龈出血的朋友 尽量少用含有美白成分的牙膏哦 第二就是牙膏含有药物成分 普通人千万不能长期使用药物牙膏 否则会对身体产生副作用 因为药物牙膏里面含有生物件 和其他刺激性较强的药物长期使用 会对口腔粘膜有一定的损伤 第三种就是含浮牙膏 它指的是含有孵化物的牙膏 在超市购买牙膏时经常会看到印有含浮字样的牙膏 腐化物能够有效的预防取齿 还能保护我们的牙幼稚 让我们的牙齿是更加的坚固 但是这些物质不能被我们人体吸收 在刷牙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不小心吞咽一些 如果我们长期大量使用体内含浮量就会升高 含浮量过高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从而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 这也正是国外很多政府研究含浮保健品的原因了 而且家里有孩子的要注意 在选牙膏的时候要谨慎 要记住六岁以下的儿童坚决不能使用带孵化物的牙膏 所以以后我们在挑选牙膏时一定要看好牙膏的成分 这样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期使用同一种牙膏 建议经常更换牙膏的种类 这样效果更明显 选购牙膏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只要选择普通清洁型的牙膏就可以了 最后大家一定要购买正规品牌的牙膏 这样才使用的放心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挑选牙膏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希望帮到大家 想看更多使用有趣的生活妙罩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啦